新歌都挫挫 九歌也挫挫 九歌也挫挫 我說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來follow好了 其實我一直都 很想要那個 跟小龜來follow表演 你知道上一次 我們在這邊表演 上一次我在follow表演是 五年前 然後 我講這個不要生氣啊 但是就是 你知道我沒有那個 偶包啊 所以就是 不用介意這樣子 我要講什麼 就是我五年前 follow表演是929 然後他是不插電的巡迴 那是我們上一次在follow表演 然後那一次呢 就是 黃界 黃界跟我還有唱一首rap 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我們墨鏡不見了 沒有戴 忘了戴墨鏡 本來要戴墨鏡 結果墨鏡不見 然後就問觀眾說 有沒有那個墨鏡 結果就有一個女生 她就戴了兩副墨鏡 好 你為什麼戴兩副墨鏡 然後就那個 她就 借那個墨鏡給我們戴這樣子 後來就 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 就跟那個女生 在一起 所以他們真的不會介意我覺得 對 我想也是 然後 她現在是 她現在是我女兒的媽媽 廢話 這廢話 總之為什麼我要回來follow表演呢 很重要一個原因是 我今天是回來報恩的 那跟我有什麼呢 改變了我的下半身 下半身 對 就是 因為後來就從那一刻起 然後就變成 就 交往 然後一年後就求婚 然後求婚完 求婚完就一年後就結婚 然後結婚完半年後就懷孕 然後懷孕 就都很緊湊這樣子 都一直沒機會回來follow報恩 然後那一次929的表演啊 就是 毒雀小鬼 所以 我們今天 終於跟我有一點關係 你知道 因為 整個929就是 跟其他人表演我都沒感覺 我知道 就跟你表演我真的有感覺 謝謝 媽媽很喜歡聽這種話 對 黃雞也是這樣講 好 OK 所以這就是 特地要回來follow 跟大家見面唱歌的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然後謝謝follow這麼 美麗浪漫的場地 然後給好多好多人 很多美好的故事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要唱這首 就非常符合我們兩位現在的心境 就是甜蜜的附和 爸爸媽媽的心情